陳軍議員 冠軍議員 嗨各位好, 這麼多年25日的中文議題我們開場 我是中文議題的召集人 農先生 當我提出這個中文 Chinese 的時候有朋友跟我抗議 就是說在現在這個氛圍一直下 他一直在 Coast Club 上面講 Chinese 講中文 這個東西很正式不正確 那我想說 事實上我們正式應該講的東西是 在地語言的國際化與在地化 Inflation and Localization for all of local text and script 但是明明中文議題每一次在做 Coast Club 都有議程 但是每一次都不是很鬼 就是明明就是已經因緣稀少的議題 然後你今天還弄出一個那麼難懂的議程凌晨 這樣子會嚇對所有人 所以說我們就 aka Chinese 中文 若是你要講台灣的意思或是台語的 台語文的話也都ok 那我們今天主要主要議題就會談從 0RMD專案的在地化 還有開港的無神判談到現在的廳廳廳主 然後我要談談台灣客友的錄音的顯示問題 然後最後那個張正一 我們在蒙點送他們上的文件 然後他們做了一套來處理UNI-code缺字的問題 那我們每一軌四十分鐘 如果那個 盡量不會超時 超時回答 會回答斷了 如果說沒有 時間還沒到就結束的話 那我們就進入QA的時間 ok 那我們就先歡迎 真正將來談自由人體專案的在地化的顯示 好 那大家好 今天現在就開始吧 今天講的主題是 自由軟體專案在地化的相比詞 我是Fedora Amster 就是一個在推廣自由軟體的最系統 然後也是The Document Foundation Gnome Foundation 還有分組的Member 稍微介紹一下 Fedora是一套NIGS自由系統 它可以運行在個人電腦上 也可以在Service 或是做運用的理由 那我是這套追系統的Amster在台灣區對公 另外的話呢 我也是UbuntuMember 就是因為我之前流產語過一些UbuntuCommunity 自己的共寫 不知道辦法翻譯啊 或是一些BugReport等等 最後來也被接上為他們 這個Global Community的Member 另一個是Knome Knome是跑在NIGS追系統上的一個桌面環境 那我也是做一個長期的翻譯追控的 也是拿到Member 它Member很簡單 就是說沒有做長期公寫的可能 是 然後對 到後來就在跑 不好意思 我沒有注意到這時間開始 但是沒關係很穩定 因為這個 這個介紹的部分不會影響到 待會我過去 稍等我一下 這個一個 對我知道 但是我抱歉不圈 這實在是不是太尷尬了 沒有這樣可以 然後謝我從他一次不好意思 我直接捅布好了 就比較用雙頭 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好 稍微介紹一下就是 Kindon是一個重點環境 可以把它來理解一下 那我主要是做這些貢獻 那這些MateBatterstreet的取得很簡單 你只要對於自由軟體有長期的貢獻 然後去申請他們任何的就可以了 那所以 從剛剛的以上 就是你會發現我在 公信的事情主要著重在一個世界 就是一個窗外沒有屁股的世界 那這個世界呢 就是用根路跟路面思維技術的作業形容 今天我要講自由軟體專案 在地化對不對 所以我可能要跟大家先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自由軟體專案 到底過去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然後跟在地化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就尋著歷史的軌跡 回到自由軟體還沒誕生之前 那一開始1970年代 就是微電腦剛發 微電腦就是你們桌面上看到 他們一台一台的 幾台式電腦 那在那時候已經被行的小 當事人認為非常小 所以他們稱為微電腦 那這個1970年代 電腦賣電腦廠商賣這些機器之後 他不可能控制給你 因為他知道使用者需要使用 所以當時的電腦是會連 Source Code都給你 他會給你操作手冊 甚至 甚至 設計的書都送給你 這樣你才能操作那一點 所以一開始很簡單是這樣 就是其實Source Code 到處都是 可是後來 這個情況慢慢的改變了 就是 軟體專油化這件事情很慢成型 1976年 比爾蓋茲他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說 大家都用我們這些 電腦廠商附贈的軟體 可是 而且扣來扣去 那這樣子當初 做這些軟體的人 他的心腹 他的心血 是誰來幫忙付錢呢 對不對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 自愛化者公開信 他希望軟體 成為一個產業 然後大家應該為軟體付錢 那他的概念被很多公司解除 所以慢慢的1980年代之後 電腦程式就成為了一個優異產業 我們來看當時 比爾蓋茲起來 是要我們把它翻成中文 我們希望你可以找到 這片中文的軟體 那我們把 比較重要重點部分呢 把它處理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你們大多數人用的軟體是偷軟 可是 因為那時候的電腦 直接可以複直手是偷 對不對 他用的就是偷軟 好 硬體需要買 可是軟體裡面的夠不強 因為你沒有買軟體 那 可是這樣子的話 誰會願意在沒有報酬之下 去做這些專業開發 因為軟體 開發也是需要資金 所以他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 他認為 軟體專有化被公司掌握的時候 每個人都應該為軟體開發不起來 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 如果他要把軟體專有化 這要怎麼處理 就是 因為所有產品是沒有實體的 所以當你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打契約 這契約就是 告訴你說 你可以怎麼用這個軟體 一般來說專有的授權 會有些限制 就是 這個軟體呢 是授權給你用的 不是賣給你 不是賣斷的 那 你只能做一份 備份用的拷貝 例如說 你去買 Windows的 那個 作業系統 他也會告訴你 只能做一份拷貝 那不管你怎麼做的 或是你自己有沒有成功 就是這樣行 再來是 你不可以散佈出去 轉手給其他人等等 那 不可以做 商業主機 一般呢 就是 如果你買OEA版的話 可能就有一些規則 還有 不能反向 商業的 所以 大家知道這個概念就是說 專有軟體慢慢形成 就是專有化 被一間公司限制出來 後來呢 就有一個 自由軟體的運動 就是慢慢誕生 這個企圖呢 是一位 在那個年代 在美國發生理工 人工智慧實驗室 工作的這個 Retrustman 由他拔斷的 那 這故事的開頭呢 其實是跟一台 印表機有關 對 非常是基本的 這怎麼呢 就是說 他人工智慧實驗室 最近來了一台 富士 不是富士 他現在變富士很強 呃 Zeras全錄的 美色印表機 當時很貴 那他們無常 給他們用 可是 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 程式設計可能不好嗎 他卡式而不會告訴你 所以他們在印文件的時候很頭痛 就是說 他卡著了 他可能今天早上印了一篇 可能 假設實驗好了 這個人印了 那個人印了 那個人印了 好 今天他去哪的時候發現 這個人在印的時候他就卡住了 都沒到他分 那怎麼辦 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就想 我們起碼可以改成是 讓他卡著的時候控制大家 那看到的人去處理 就算要很多人處理好 事情總會被解決的 因為有人去處理卡子 但是只要沒有通知 這卡搜體不會解決的 所以他想改他的Source Code 可是呢 因為專有化的東西已經形成了 所以富士全錄不讓他改 說Source Code是無家的 我不給你 那 他甚至親自去 那個 去拜訪寫Driver的教授 那在另一間大學 他直接去打批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把Source Code 給我自己改 他就說不行 我跟 富士全錄 有打 契約 我不能把這個Source Code 所以他覺得非常的失落 非常disappointed 就對了 所以他就從此呢 對於這個 軟體專有化這個議題 他耿耿有關 再來就是他們能工智慧實驗室 一些社群的人 原本也在做這些軟體開發的 那那時候的縫隙都是共享的 可是有一些公司成立之後 例如說這邊講Symbolics 跟Lips Machine 那 這些公司會開始 我要講他們實驗室的員工 你來我們公司上班 幫我寫本地 可是 例如說Symbolics 他就會要求 員工寫的東西 都是專有的 封閉起來 那 Richard Stone們的版製作法 就是他看不慣這個專有化的東西 所以他就開始 為另一間公司 Lisk這間公司 寫了Unix上班的軟體 作為對抗 但是長久下來他覺得這不行辦法 所以他想說 那我乾脆直接自己 來做一個專案好了 做全自由的一個 Unix系統 那他類似於Unix 叫做GMU 所以1984年他就做了一個這個訓練 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做的情況 那1985年他就遲掉了他原本在MIT的 工智慧實驗室的工作 成立了自由軟體進行回答 自由軟體的授權主要有四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任何人推遲任何目的 你執行這個城市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去研究 城市怎麼寫的 而且可以修改 第三個你可以散布出去 給其他人來幫助你的親朋好友 那第四個就是 你可以把你改善的部分 再回饋給社群 那你改善出去給社群 社群整體就能因為你的改善 再更進一步往前 所以整個社群都可以受益這樣 所以一個向上的概念 那只要有這個授權 自由的授權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軟體 自由軟體呢 不只是一個人所有的 你只要公佈了 你發不出去了 他就是允許任何人修改 所以他等於是 全體人類所有的自由軟體 後來呢他覺得 這樣的自由軟體 概念不夠 因為他 他有問題 就是說今天軟體變自由之後 有一個人說 我今天不想要自由 我要封閉起來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他當初的這四個條件 沒有說不可以重新封閉 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他就創造一個新的授權 叫做GTL 那這個授權的概念就是說 必須相同方式分享 所以我當初怎麼把軟體交更連 你就怎麼把軟體給別人 都可以封閉起來 那像 另一個世界 或是說 自由軟體的世界好了 自由軟體的世界 常見的 可以再被封閉的授權 一個是APACH 就是他發起軟體 實驗會的授權 有聽過嗎 對不對 比較知名 另一個是BSD BSD 也是可以允許被封閉起來 那GTL 是不允許被封閉 就是要以相同方式分享 所以他這個 他把這個項鍵叫做CopyLeft 就是叫做諸多傳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他希望 自由是可以被傳遞下去的 不會被中間人奪走 他前面講的四個自由 是不會被奪走 永遠都傳得下去 所以後來 1991年的時候呢 那個GNU專案幾乎完成 就只差 那個UNI系統中的核心 可能都還沒有做好 可是剛好 有一個少年 就是叫做Linus Colbert 他也寫了一個核心 可以補完 所以這兩個東西 就記在一起了 就是GNU的專案 跟Linus核心 就剛好 不在一起成了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 對 那Linus就是長這樣 這是他2012年訪問的時候 做的這個拍攝 大家知道2012年做了什麼事情嗎 就是他在訪問的時候 就是他在訪問的時候 有人問他 你對NVIDIA顯卡有什麼 你對NVIDIA顯卡有什麼 然後他就說 這是 The single words company I have Dale Foods 就是 全世界我遇過最難處理的一間公司 然後就罵了吃品的那個 這個 這個感想 所以GNU跟Linus 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套作業系統 可以用來操作這個 那 你可以發現 這些人 其實一開始都是從個人 興趣或個人理想出發 可是 因為 自由拉提的授權 他變成是全人類共有 所以他 自立出發 可是卻 終將理他 那 自由拉提是怎麼形成社群的呢 就是 主要來說 是因為 有共同想法 對某個興趣 某個主題 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產生連結的人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新海神的秘密的名字 他裡面很強調一個叫 摩蘇逼的概念 那它寫中文就是這個 結嘛對不對 連結 讓大家看一下 當時 當時那個老奶奶怎麼跟這個秘密的 他講 他說 其實摩蘇逼是什麼 就是聚在一起 成形 那扭轉禪道時的反規 原路時而斷連結 都在連在一起 所以就是所謂的不舒服 那大家知道 大家有用過GID嗎 你自己去想看 GID的工作友誠 是不是跟這很像 就是你一個主幹 對不對 你就會認同 然後大家又開始來分支 分岔對不對 有的人自己出去了 或者出去 有的人再回來 其實都一樣的概念 就連結在一起 這就是所謂的社群 那隨著社群的逐漸壯大之後 也出現了一些基金會在背後的支持 例如說 Linux就出現了一個Linux Foundation KD的開發出現了KD1E GNON的開發出現了一個GNON Foundation 專門在資助 那Libre Office的話呢 就有一個Document Foundation 所以隨著這個軟體專案漸漸增大 為了它有續發展 常常會有一個基金會出來支持 再來就是商業發展 那常見的比較大的Linux公司 就是包括Rain Air Abo Economical等等 那比較常利用這些 自由軟體公司 包括宇宙Oracle 那最近 譬如說做Contenter的Docker 或是做Cute開發的DG 等等 那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Linux核心呢 雖然是自由軟體 可是幾乎都是職業開發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這些公司的員工會 被付錢 就是有人付錢給他其他開發 2010年的時候呢 Linux的Code有75%是專時開發 那到了2006年 92%都是專時開發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其實 自由軟體就是商業軟體 大家這麼說聽得懂 它的模式 它的商業與否取決於它的開發 是不是受到商業支持 所以自由軟體其實 就是 只要是成功的自由軟體 幾乎都是商業軟體 那 大家有了一個概念 就是知道這個自由軟體 有哪一種取買的時候 國際什麼發展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台灣 就是 當GNU跟這個Linux呢 穿越國書都這樣 來到台灣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開始因為都是外國人寫的 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自由軟體 對不對 等一下這個圖沒有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組合 到底是什麼 這是 當時一個知名的話 就是說 輸入非法 瀏覽不棄 本土不畫自圖不棄 何必自由軟體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子 對 真不知道為什麼 它不給我 拖你出來這次 講他換話 你看 這就是一張圖而已 好 太習慣了 不准我拚領這樣 那 所以後來有個商案叫做 CLE 他是做 Chinese GNU GNU可以叫做 GnuLinux的extension 那他怎麼做 就是協助 Linux系統呢 做 18M跟18M 18M意思就是說 當軟體一開始是寫成英文對不對 有些Stream 有些字串是英文的 被寫死 那你要把這個行徑抽出來 不可以鑽給 這個 英文使用 你要讓它可以抽換 可以替換成其他語言 所以叫做 18M 那L18就是 當你這些詞語 可以被替換的時候 要把它 生出對應的字嘛 對不對 然後 之間的這些 處理的 沒沒搞搞就是 18M跟 有十人 你可以合成叫做 G11的globalization 對 生很多名稱 那 當時自由宜提出一個看法就是說 他認為 一個良好的在地化 一個良好的中文化呢 需要有這些條件 包括你要能 顯示 處理中文訊息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輸入 你可以印出來 主要是這些 所以 在1998年 6月23號 骨牌第二版本 是CL120.3 後來呢 2012年之後 就我們現在還在 推入新版 因為主要 他都可以 處理這些訊息 檢視 輸入 列印等等的 這些功能 所以他都 身退了 那接下來 就可以在地發展的 時代 所以自由宜提 在這個 台灣美麗指導 他也好悄悄發了一遙 從窗外沒有蘋果的世界 也開始翻臨 所以他一開始有長到 Windows 也有長到在Apple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不管在 Apple也好 Windows下 都會有一些自由 人品可以使用 因為他已經不只是 跟Noodle News上的東西 那舉例啦 當年是有一個年代 例如說翻譯的話 翻譯訊息 是蠻多人 因為剛進來的時候 這些人都是 熱血 年輕有為的人 所以他們就開始處理 例如說 KD的翻譯者 主要有 Alicia Asplen Franklin等等 更多的話 有Fell Mancast 那OpenOffice 有 黃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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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有很多輸入反框架 IIMF不是聲揚提出的 SCIMF是中國租者提出的 IBUS是Redhead黃河提出的 總是百家真理 那現在 中國還有一個小企鵝輸出法 叫SightX 那這邊寫的是台灣本土的專案 顯示方面呢 就是自從文鼎 他做出了一些 開源的自行之外 那台灣的Firefly也是 拿這套看的事情去做修改 高盛華呢做了CJK Uniform 高盛華的話明天下午 會講一個 Desktop的主題 然後好像那個 社群的那個 也會整 所以高盛華有機會會出現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那再來就是CW Text Forms 就是吳聰明吳聰會跟尼國鎮合作的 把它做成一個開放的GPL 有自行 還有王宗和GPL的很多自行 當時也是有很多的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目前的狀況 台灣的這些在地化的專案 後來就發生什麼事情 那現在今天陽光很不錯 反正就是 吸了很多的陽光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 因為我們今天要談自由 本體在地化的專案的生死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先講一個叫做薛定格的貓 跟泰克爾看那隻貓的生死 對 那薛定格的貓很簡單 他講的就是說 他們在量子力學的時候 他發現 他那個地質可能會有一個 第一家狀態就是說 可能同時存在的狀態 可是當他們觀測的時候 就是會 只有觀測到某種 或是第一種 那他就是一個思想的時間 就是說 假設機率一樣 發生A狀態跟B狀態的機率一樣 那今天他把這隻貓放進去 他可能就是 同樣幾率得到A或得到B 可是要怎麼樣 還沒打開箱子之前 就知道他最近又變怎樣 做點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也許 只有打開箱子才能知道這隻貓的生死 這是一個 就是 既勝又死的概念 就是 就是 佛教講的時候 不生不變 就是這樣 有沒有 心經有沒有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確定格的概念 帶進這個 這個 在地的觀察 我們來看這些狀態的生死 那跟大家講之前 可能大家還沒有概念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看 就是包括訊息方面 然後幾乎 線上還是生還 但是你會發現 就是KD剩下一個人在撐 大家有用過Dingus嗎 有用過KD嗎 有用過的可以舉手 有用過可以舉手 有用過可以舉手 很好 所以你知道 KD是個很龐大的體系 它包括 什麼 郵件軟體 對不對 它包括 什麼 自己的瀏覽器 包括自己的 比如說 什麼 DG Cam 就是 處理圖片什麼的 總之它是一個 包山包海的東西 你現在看一個人把它處理完 跟那種其實也差不多 就是一個 小學老師在處理 那Libre Office的話 就是也有一個 翻譯子在處理 File Fox也是主要 只剩下 主要 當然是誰說主要 不是說沒有其他人的貢獻 那Libre Blender 也是 大部分都是一個人在處理 所以你就發現 早期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熱血 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可是 當你 當它這個東西慢慢成熟 之後反而就沒有什麼 你就去關注它了 大部分都剩下 一人團隊 號稱團隊在這個 那 看一下 輸入法方面 例如說 G-SIM的話 其實還是有在維護 不過 XIM已經死了 He-Man的話 也是幾乎沒有什麼活躍度 Lib-Tuning還OK 然後 有一個 一個澳洲人 呃 像說台灣去澳洲的華僑 iBus-Tuning 是低我動度這樣 所以你就發現 如果你繼續使用 對 不過有些外地來的專案 就說 不是台灣本土的 例如說 iBus-Lib-Tuning Library-Tuning 它是一個 中國人寫的 幫寫的 幫寫的 幫導住一個人 做輸入法 他不會註音 他是 看那個表 然後 用T 對照出來 那 Scientus-Tuning 也是中國人 他是 已經搬去美國了 他算是 華僑 Scientus-Tuning Scientus-Tuning 是這個 中國的溫學店做的 所以發現其實 台灣人已經 患患的 不再關注 跟努力的事情 反而就是 很多中國人 都開始 幫忙 台灣的東西 對 顯示方面的話 ARPL 就是FiFi 做的 輕鬆 開心 凱體已經都 死掉了 CJK Uniform 也不再做了 那CW Tax 基本上 有一個改版的 FIA盤做的 CW Tax Q 方式 也是低火動度 那華監中自行之後 自從他跟文底 有了爭議之後 他也沒有再做了 所以基本上全死 那有一個 低火動度 在 不過外來的話呢 因為有些大公司 也投入 開發 所以例如說 Google啊 Adobe啊 就推出了 黑體思源送集這些 也可以直接利用 所以困境就是說 在台灣是快有一直到 從未沒有提過的世界中 第一個 就是使用者少 第二個 推廣者少 那貢獻率更少 以前的貢獻者 跟現在的貢獻者 主流呢 都是學生跟業人士 因為 業人士 意思是說他有正職 所以他 不用擔心他自己 養不起自己 對不對 所以他有 閒暇時間可以做 學生是另一種 就是父母有在養 他不用去打工的話 他就可以做 這是台灣人的常態 基本上在做貢獻 自由軟體這一塊 就是這兩種 那 如果說要去打工的學生 當然就更不可能 所以就是一個自殺 那 你會發現 全世界的自由軟體 已經遍體開花了 然後 尤其是那些專案 例如說KD 更動越來越大 全世界的發展 自由軟體 越來越 防茂 對不對 可是台灣的話 就是越來越多 藝人地獄 對 其實維護上去越來越困難 那 我當然也是 對於這個議題 有去找一些原因 認為這是一個 方便跟犧牲之間的 結果 就是說 窗外的行動裝置很方便 就是Windows之外 Android 還有IOS的方便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得很開心 不大會遇到 需要頭痛的問題 那 蘋果 也越來越多人在試 對不對 可是有人要 還有人想要走出去這個 窗外沒有蘋果的世界嗎 大概很少 因為第一個 如果你要走出這個世界的話呢 你要動手的事情很多 那你已經 例如說 剛剛說的議員是 他要上班 下班之後 誰想要動手折騰 很困難 所以他們為了方便 他願意犧牲他用到的自由 例如說 剛剛講的四大自由 就是 可以自由使用軟體 那基本上已經 拿到了一個 你可以自由使用軟體 那 對於有沒有這個自由 對人說可以差 那再來就是 你可以自由修改 可是 你用得好好的 你沒有想要修改 你沒有想要修改的需求 所以你也覺得 這個自由你用不到 你不需要用到自由軟體 你被綁架沒關係 因為你已經符合你的需求了 所以是這樣子的 但是 國外有一些專案 他們在想要做改編 當然包括 例如說 有一間 在做電腦硬體的廠商 叫Purizen 它就是 指打造 葛諾Linux的壁店 它是試圖想要 讓葛諾Linux 衝回市場 再來就是 例如說 吳坤府的話 去看他們的 Jono Bacon 有寫一本 The Art of Community的書 他有寫到 吳坤府的話 他們會一直去定期 檢討他們 貢獻流程 是不是有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可以知道 哪些東西是可以修改 可以讓新進來的人 變得更忙碟 那 Ventary OS 是一個 目前比較新興的 Linux 的Distribution 它開了很多財點 可以 得到一些 比較多的支持 那 葛諾基金會的話 他會提起一些 呃 Hacker 或是 Contributor 可以定期貢獻 然後呢 例如說 自由軟體基金會 去提 提創推廣這些 自由軟體精神 讓大家知道自由軟體 是什麼 那你知道這個概念之後 你就會 開始 呼應出 這個自由軟體 慢慢有這個概念 Curidon 就是坐墊 但是他是 裝 然後 滾出人的話 改善參與流程 降低門檻 所以 你的參與 動手折騰的程度 會讓人底 然後 Elementary 你會看到 例如說他下載 一般人入Linux 會讓你下載 是自由下載 對不對 讓我們免費 但他會多一個選項給你 你要不要付錢啊 拿去設置10塊錢 10塊美金啊 那你可以手動去那個 輸入欄把它改成0 對 但他因此 就可以得到 多一些整理 那他也自己弄一個 App Center 可以在上面 開發的關係 他會抽成 他的七三分 就是 Elementary OS 團多會拿三成 那例如說 格納 Foundation 他甚至提供你的贊助法案 你可以直接指明說 你想要 贊助哪個貢獻者 這些貢獻者 是格納 Foundation 認證過的 他們是Member 那你只要經過申請 就能盡按這個列表 所以 任何人都可以 直接去贊助 這個貢獻者 是這樣子 Discourse Encouragement Fund 他的作法是這樣 就是說 他們這些公司 也接了一定的資金 他不一定是去募付的 因為這是一個公司 他們可能本身就有類似的資金 那這個資金 要來應付某些開發 這個開發的話 是分成一個Task 一個Task 然後 然後要去評估 可能的貢獻者 有沒有能力完成 因為他們 會接觸到一些外人來貢獻 對不對 那有些人可能 長期貢獻他就會說 這個人做得不錯 他是候選第一 他候選第二 所以他就去問說 我現在有個Task 給你要改正什麼問題 我現在出 出價 只剩6萬人 你會不會接你 那你不願有就會下一個 之類的 那慢慢的把問題解決 這是一個資金的狀態型計畫 所以外國會有很多狀態去處理這樣子的事情 那例如說 GNU的話 那個網站 一直在推廣什麼 叫自由軟體 對 所以我今天也算是來 從小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 我是自由軟體 所以呢 我覺得要做的事情 當然就是再提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想要讓自由軟體的世界 繼續躲下去 尤其是格諾林的這塊的話 但第一個 你翻譯一定要繼續補完 然後你目前遇到的 普遍的地方要再改進 然後呢 願意動手折騰的人 要降低他的參與門檻 然後提高誘因 那你知道主要工業者就是學生跟業員師 所以你要提高一些誘因 包括例如說資金等等 再來就是你要提倡自由軟體的理念 讓大家知道 其實自由很重要啊 例如說隱私業很重要對不對 可是 你會因為自己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讓人眼看嘛 應該很少 所以如果說你 已經了解到自由的重要性的話 你可能也會 一起來改善自由軟體 所以我們要提倡自由軟體的精神 讓大家在方便跟自由之間的取得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以前也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來推廣 應該說改善了L10N這一塊 那我做的部分是這些 包括說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事情來支持自由軟體的翻譯社群 然後如果國際上有一些相關專案的話 我們就去把它接下來 例如說 有做一個翻譯的項目 我們可能去接 Colernic把它拿下來 那拿下來之後也許有人可以有能力貢獻 再來就是做一些資金提供勾引 然後翻譯Colernic網站上的文章 然後推廣 目前的工作包括 我們已經拿到 BlenderReity的翻譯的一個權限 Colernic網站也是很久沒有人翻了 那我最近也是把它拿下來 就是說 如果有人願意幫忙翻Colernic網站上的文章 你可以傳給我 那我也可以把它重新傳下去 繼續更新 LibreOffice的話呢 我們也在做 就是一直都有在更新 所以我這個想法呢 這個L10-TW 後來也放在GETAO上面 就是你可以去參與 如果你有興趣改正一些自由軟體專案的話 那我們的名稱就是L10-TW 那主要是處理 台灣的Localization相關的意見 但是主要針對更多的意思 其他的只要是這個軟體的都OK 就可以放到這個團隊下面 在我們希望做一個靜態的戰 可以放一些文件 讓大家 只要爬文你想要了解怎麼貢獻的話 可以第一手就去這 但是還沒做好 對 因為這個需要人力 而且 大家都是業餘做的 所以沒有很多時間 再來就是我們 也有弄一個Bounty Sauce Bounty Sauce 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定期投一些錢 到這個網站中 當然我們這個團隊 就慢慢有了一些錢 有這些小錢之後呢 也許有個問題 你處理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小錢給它 大家做一些補貼 因為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子做的話 你是累積比較大的錢的 對 未來的話呢 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看這個方法 現在腳步站穩這樣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把每部站穩 也許未來會越來越清晰 所以我們把 剛剛講的那些裡面 慢慢的做慢慢的做 也許 這個環境就會慢慢的改變 然後 變得更適合 Lunix的系統平和這樣 主要第一個就是 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在做的部分之外 希望會 將來 如果我們可以直接想要贊助 一個認證過的貢獻者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類似 人工Foundation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 假設今天是一個學生 他本來不用打工 再幫忙做這件事情 他可能有一些會不會 或者說他今天 假設一個人 每個人都捐個750美元 那只要有10個人 就可以說7000塊 那有100個人就可以抽到7萬 一個月 也許 只要有100個人出現 就可以供應他這個月的生活費 那 假設了 或是說等於是 去顧用他全職去做 那再來就是 希望有類似 像剛剛講的 那個Discourse Encouragement Fund 這種 專案型的資金 只要累積夠一定的錢 也許 某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 去請人家評估說 如果要解決這問題 大概要花多少錢 然後 我們去問 目前可行的貢獻者 然後現在可以出來幫忙 那這個錢他願不願意接 也許就能改正這些問題 再來就是 因為剛剛講過 就是自由軟體專案的話 他的 難度啊 複雜度啊 其實都越來越高 例如說 Librovis 你說 一個人要翻 Writer 就是文書處理器 Impress 簡報程式 Calc 有一些統計的東西 這個 試算表 或是說 甚至 Dex 資料庫 Draw 繪圖 你要一個人應付這些 其實是 有難度的 尤其是 當大家都是一個人 業餘在做這件事情的情況下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而且是 如果是一個人說 你牙裡更大 因為想說完蛋啊 沒有別人可以做 是這樣 那 可是 當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你不是很想居住 而且 可能會偷偷做 例如說現在五點四出來了 充滿 好 充滿了問題 五點 也不是充滿問題 充滿多英文 然後才會發現 實在目前的狀況 所以 讓大家問一下 這就是 目前 台灣自由軟體狀態 生育死的狀況 要跟大家分享 他有一些未然症 或是什麼 大家可以問問看 或者說 你有什麼想法 能 幫助的環境變好 可以OK 那有什麼想法 可以問問看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因為就是 格陸的一個環境和神職 其實也可以換句話說 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說 你中國話做不好 他就是越來越冷門 他是可能就是 完全變成就是 奢侈的東西 或是完全就是 有興趣在玩的東西 就 不是普及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 自由軟體 世界這一塊的創始者 慢慢在死亡上消失 反而就是 其他大型的 其他大型的 其實每一年 我們COST CUP 在這一圍 我記得好兩年前 這一次我們在 4mine那一場 可以講過相同的一題 那就是每一年 我們碰到這個狀況 我們就要把 自由軟體的在地化 這個箱子打開來 確定他們是不是活的 那起碼到今年 我們來看 人才有幾個 以前團隊才有活的 那麻煩 這個狀況已經持續了 大概三年四 所以大家如果 能夠貢獻的話 都要來加入 那曾家如果 方面還可以在 我們上面提到一些 如何法案指向到 這個團團的 我們來C圈 大家請來 共同來做這件事 我們希望今天來看之後 他還是活的 然後還有更多人 在那裡操 好 謝謝曾家 下一位是由 無稱探來講 現在流軟體的拼字處理 我們知道有一家 有五角色公司叫做 Drawbox 他買了一個文件型號 叫做 Hackpad 然後在G0V 各式各樣的專案 大家都很喜歡用他 因為他看來很好用 但是他其實也 Bug的多多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他經營到自己了 而且他通知性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 有沒有收到 跟自己名字不一樣的 通知性 幾乎所有人都收到 就是 Peter 不好意思 對啊 G0V 他用名字 居然都可以高混 然後轉到Paper上面 然後Paper 又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系統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有了 HackMD 在我們這次的活動公佈上面 有HackMD 跟Google文件版本 各位可以 兩邊都看一看 我相信 HackMD一定可以 Google Google的Postock 也好用 那我們就把 HackMD 增加我們去年吧 我們在那個 高雄那一堂 HackMD HackMD 我們有見過 那 講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後是照文在之前 我們就見過 沒有 我懷疑他們去找個演技 呵呵呵 對 那我們就把那個 麥克風交給 女生看 大家看看 他在那個HackMD 遇到的 現在的亂七的P次處 也可能是一樣 好 好 麻煩 各位往前面坐 走道上也可以 但是往前面坐 前面還有後尾 前面還有位置喔 前面還有位置喔 前面往前 不要害羞 前面還有位置喔 前面還有位置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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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坐 沒有關係 可以 進來坐 在這兒 沒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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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時間很趕,我們就拍一首請 聖誕開始話題 呃,好 這個 終於在Postcard沒講到有場 真的是很多個節目 之前都是這個 這個Postcard有講過You like me 不過這個只有三分鐘 然後就好像實在是有點趕 好,然後今天今天很熱 我知道,我走來的時候 我穿這件,我穿這件那個當作發的衣服 是因為我的衣服已經變成黑色的 所以就不能穿 好,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這個 現代個人系的品質處理 我下完這個題目在寫解報照 我發現這個 用品質的兩隻貨品的臉很夠緊 不過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那先講一下 今天我要講四十分鐘 所以我不知道我不能講這麼久 那等一下就請大家多問點問題好了 好,那我就是吳承翰 好,我忘了幫助名 那就是英文就叫我Max 那我現在是Hack&Eater 算了Eater 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也就很中文的話 那基本上 我會希望大家用看 我不要用講的比較好 那算是一種理想 反正就是敲敲鍵板的看能不能改變這個事 有點像玩Minecraft的感覺 好 好,那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工廠服務 因為這種事情我覺得 反正後面就先講 反正在肯定的話 就是我覺得 就是之前就是我自己的賽事發覺 然後最近我把它變成一個 真正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公司 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就是用Minecraft做協助 然後你可以寫一些知識跟分享 那今年Costcov的飛光光過比的話 大家可以在Telegram裡面找到 然後你可以試試看 現在就可以去網路看看 沒關係 好,那Hack的意思 我覺得就是用充電的話 做的時候才去跟進行 好,那MD的話就是Minecraft 好,那Minecraft的話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它其實就是性量的視覺 表記語言 那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知道 這個什麼意思 所以 後來就是有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解釋 是說它文字就可以 開版的一個平板 這樣子 那其實它已經買了9 十幾年就完了 那它一開始是比較流通在Email的地方 不過最近就是 我可以用在各式各樣的地方 比如說T-Hot,大家T-Hot有聽用過 還有StackOverflow,Reddit,T-Bug,T-Lab 它都有很多很多地方,還有A,就是採用跟Mockdown 所以我相信它以後會越來越流通這樣子 我甚至希望它能夠做為一個協作文件的標準 比如說我們協作的話可以用Mockdown Mockdown,Mockdown,走延伸的語法 這樣子未來我們在協作的時候或許有一種格式 而不是說就是郭威達或專畫是Paper 那下來回來我們還是只是其他的格式 而不是協作用語格式 好,這是一個期許 好,那T-Hot你可以幹嘛 第一個你可以拿來寫語記 第二個可以拿來寫文件 第三個可以拿來做簡報 然後呢,我們其實發現有很多神奇的用法 就是社群,就是在用的時候出現 比如說我們之前就是做了一個叫Hoot Mode 就可以收集很多筆記 他們想說就這樣子 結果就有人把它一層加一層一層加一層 一層加一層就變成潮壯式的這樣子的用法 這個都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 就是我看一看發現話的 厲害 那這也有些功能 什麼上傳圖片啊,修理影片啊 最公式圖表 然後一些兄弟紀錄跟做的標記 不起來它都是沒有在使用的 那也有開運在GitHub上面 但是因為你知道我們團隊現在有毀人了 就是大家要吃飯 所以我們就想說怎麼樣讓大家不要餓死 所以就是目前是這樣子 好,那採用的部分我們都曾經有Python GitB,CTF CTF這一次事情就是日本人 其實我們的購取第一個是台灣 第二是日本,第三是美國這樣 就是日本人就是很多CTF的人在使用的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Moccon 還有CitCon曾經有用過這樣子 好,東方服務就到這邊 我盡量檢查一下 好 所以今天講的這件事情就是 跟很重要HackD的元素就是 文字兵器 Text Editor 好,大家知道怎麼做文字兵器嗎 就是 有種Linsman的這筆器 然後 還有常... 其實因為我個人 不是很... 就是你知道 我不太用快速鍵 所以就是用Nano 那就是你知道 那很傻瓜 你是用Rubic嗎 那... 就是它沒有辦法很潮 就一直切開這樣 所以... 你知道 這件事 所以... 所以我就是在想說 文字兵器嘛 那以我角度來說 呃... 要怎麼做文字兵器 好 想要... 現在HackD的兵器長這樣子 好 這個東西 怎麼樣看 怎麼樣看都不可能是原生 你如果原生的兵器就是這樣 就太讚了 我只要開一個Tax ID的那個Tab 那我就沒用 你就可以被你覺得 至少是這樣子 包在裡面 可是它就不是這樣 就是... 文字兵器它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 我一開始在做 實在跨學的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反正就是... 上網出來找一套 就是... 文字兵器想用 所以我們今天想講就是 怎麼樣做的 如何做 從最基礎的H&M 開始 有什麼可能性 Input Input 它可以輸籃位質詢 然後你可以選擇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Tax ID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Tax ID 然後它說 我們就把每一行 都當一個Input吧 怎麼樣 好像... 好像... 有機會 又搞定有點難的 對不對 那... 那我們還有再講另外一個 可能性 Tax Area Tax Area 大家知道嗎 就是一個區塊 然後可以... 可以這個... 輸入文字 然後你可以選字文字 可以打一兩百元字 或是多少 你可以限制有幾個卡門 或是... 輸入文字 這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 有些屬性有些項目的 Spell check Model complete 等等 它有些關於屬性有多 所以... Tax Area 在某些... 比較簡單的模頁 或是比較簡單的應用之中 其實... Tax Area 是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運用 所以大家請教我們 我覺得... X Area還蠻好的 好 另外... 就是... HML5新的標準 其實不是什麼新 就是... 就是... 你在... DIV或是... 等等的... Stamp你之類的 加一個區域 叫做... Contentable等於... True 這是標準 一定要... 一定要講解 不能只Contentable 一定要等於True 那你就可以... 直接讓元素的那種多了 字不能可以被編輯 這是確定的 然後呢... 它對IME的資源度非常高 中文裡面沒有問題 就是手機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那... 那... 它的... 就是... 你Contentable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去 解釋它的世界 就是Listens它的世界 它的世界的行為 基本上跟Input type 就是剛剛講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是從網上找到的 所以我寫應該... 好... 我認為其實 Contentable應該是未來的確實 沒有錯 好... OK 欸... 這麼快 不不不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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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以上... 基本上... 我還是... 我剛剛看完這三個以後 它沒有辦法... 冰級區域... 冰級區域上面... 超級... 超級...超級... 超級... 超級... 那你要選... 好... 然後你要知道換好 那有些人不想知道換好 然後你要知道換成 就是說... 我打到這邊你要幫我... 就是提示一下 剛剛打過的 之後都變出等等 然後你想要指定主題 你就喜歡摸摸卡 啊... 你就喜歡彎道 就這樣這樣 然後你要指定有標 你就選綠色藍色 或色保證 不一定啊 可是這麼這麼這麼多的需求 但是我們的世界很少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好...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別人 怎麼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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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較主流的文字裡已經騎了個兩套 一個就是Cold Mirror 一個是Ace 好... 其實Ace在模組成多的文字上來講 在桌面上的來說 它已經騎了比Cold Mirror是好的 但是我看到Cold Mirror其實還有一些原文 第一個就是它隨著一些語法標誌 語法標誌其實很多是跟這個... 就是語法的數等等 就是一些... 呃... 需要Passing的部分 比較相關的 那份我們用來講我們自己寫 因為實在是太多太多太多語文了 所以... 每個語言的記憶寫實實在是太難 好... 然後它有支援各式相關的 它本身的Mapping就有三種 就是Subline 然後還有... Vin 還有... Emacs 對... 還有三個 最重要的就是... 我一會很開發HackMb的時候 我就想 如何讓這樣子一個有編輯的景點 在手上也可以做 所以... 它可以在手上 你可以在手上也可以用 英文不能做完就沒有問題 但今天很搞笑 通常中文的時候 就有些... 有確實力發生 好... 那... 後部英文到底怎麼施作 就是你在失誤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就直接用Tax Area 或是Input Box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 全部都是DIB 你看到所有的都是DIB 一層一層包起來 一層一層包起來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這個... Inspect 你的... 全部都是DIB 這樣很可怕 然後呢 你輸入的時候其實 底下有一個藏起來的 Tax Area 在接你輸入的東西 這是真的 好... 那... 這個... 它最近有... 加入一些Input Style 它就說 還可以用DIB這樣看待遍 不過它相容性能還沒有說 相當好 但是我還期待它 好... 所以呢... 所有的關注中 DIB質感 就是你看它的航號 什麼的 然後呢... 連油標一直加 就是仿照 就是連油標在那個... 那個... 那個... 然後我還要急送加水控制 所以機器跟公司要閃下 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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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完全沒有騙你 好... 重點就來了 很硬派熱... 但是幾乎所有兵器 看到都是這樣做 包括VS Code 是這樣做的 VS Code 曾經因為油標閃爍太好笑 所以沒有太別人想說 如何不讓油標閃爍的時候 好點好笑 真的 我說這個你可以查 真是成立的 我想 VS Code VS Code 非常的扯 它是用那個蠻彈槍去包裝 那它效能很好的原因 所以它們去做了很多 Hacking 然後呢... 包括它不是有一些 Minimap 或是一些scoring的部分 但是它那個score bar 它不是用一般的DiB去做 它是用這種速度口感 它就是很好 好... 反正它們就是很神奇的隊友 其實它這整個都是我們做的 那一款 看到都是DiB 所以有些人問問 我們說 Hack&E為什麼大衛機都這麼蠻 我也是... 很好這件事情 然後它在就是上千上萬行的時候 還可以很快 這樣子 就是它其實是 有一些動態的部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幾次寫作 就是Rail Type Collaboration 這個事情 好... 很簡單嘛 寫一寫作大家都知道怎麼辦 就是 使用者數內容的提升 總共到吉他中的便器中 我們先弄完整了嘛 好 這樣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 就是把鍵盤先選進去 鍵盤是有哪一種 就是Key Press Key Down Key Up 好 然後裡面就有Key口 比如說 就是有什麼 67啊 67啊 85啊 等等的 然後呢 在那些時間裡面 你接到的時候 你還會有說 另外按下Out 另外按下Shift啊 另外按下Ctrl啊 這些資訊 全部都有包在這些Key世界裡面來 好 就好像這樣子 我們就接到吧 然後知道你打的是哪個按鍵 或哪個按鍵 或拿到現在來報應 傳到其他使用者 那那個有同步數的部分 就是 比較麻煩 所以這次你可能就有講到 上一次我就說 好 你現在看起來都很棒 就是很讚 就是 就是 好像這樣就很完美了 但是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我相信其實 那個 在開發Dragbox Paper iPad等等 或是郭文大品們的時候 他們都忘記了這件事情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用英文 所以 你知道 CJK發起挑戰 請問不要因為JK 所以 不是 ZJK 是什麼東西 ZJK就是 Chinese Germanese Korean 為什麼我特別提醒JK 然後我們常常看到 ZJK 因為這三個語言 呢 英文的話 就是西文 我們基本上就是 聽詞 spell 我們就說 Appl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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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結束 Hello 就出來了 然後咧 German 像我們說你的時候 就是 你 然後你才出來 對不對 大家很習慣這樣的一個出入過程 叫做 composition 就是主字 那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書西文的人 就是用英文很難想像 這件事情 他會覺得說 考一個字就是這樣出入 我是說真的 他就常會考慮 然後你開一集的時候 他說 我說我沒有選過這種事情 他說好 我現在該怎麼辦 好 我去裝一個你的輸入房好了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輸入嗎 然後他就說 好 你就打評 之類的 然後就是有開一個 就是去跟這一開發整 就好好的表演 然後後面就會跟著什麼 憨慰 然後日文就會跟著跟上 然後討論 就真的很差 好 那所以 這時候一定要提到 就是輸入法原理器 就是Input Max Ellicum 其實有時候就叫到輸入法 就是IME 就是我們在輸入中文的時候 我們在輸入中文的時候 有時候微軟你可能會有 微軟新故音 那你Mac的時候可能會有 類件 或是新故音 之類的 那這個中期就是IME 好 那我們輸入了 有需要組織的語言的時候 我們就打完 他就出現了法文學 好 微軟你其實不認識他 微軟你不會知道你有什麼愛 他才不管用愛或什麼愛 那這個就對我們來說很困難 我們都不知道你按什麼按鍵 輸入什麼內容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去截取這個事件 然後同步到別的電腦上 我們送不出這些東西 我們連你按什麼按鍵可能都不知道 好 組織的問題就是 按鍵你按下去的時候 不會有keypress 只下來keydown 就是keyup keypress呢 keypress不見了 消失在輸入中 按鍵keydown 實際的keycode都是 就是process 我現在屬於它 超讚 keydown就是process 然後keyup就是正常的 就是說你按A就是A 但是看A沒有用 按A 你看鍵門A上面是mue 你跟我說A有用嗎 而且這是中文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其他語 日文怎麼辦 如果是韓文怎麼辦 如果我們今天 不是用清水母 我們說其他的這個什麼 唱起來 天啊 可能那個符號又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 這個資訊不夠 很小 然後 然後重點是 我們天啊配置 我們現在是這個什麼 Q 就給你一個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 對不對 中ب 我就有問過 才發整個這個的問題 好 主制了的時候 出發的事件 這個主制事件被出發 就是conversation event 被出發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 如果去拿那個數字 就是 A.V.L. 這樣子 我們拿到只會是主制的 其一個狀態 比如說muea 然後我在muea的時候 去取狀態 就算是mue 所以你現在打muea了 然後這樣實在沒有用嗎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 我們有叫做composition遺症之後來解救這個狀況 它其實也有一陣子了 那我們之後會再講它的問題 組織事件 我之前做了一個小小的CodePan範圖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現在就是打這個CodePan上去玩 基本上裡面這個CodePan有三個東西 就是Input 然後呢 Text Area 還有一個DID的Contentable 然後你在這個CodePan裡面你打字的時候 下面會有Key event 然後還有這個composition event 會跳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大概知道它下一個它的關係 這樣子 我的警報一定要先放 等一下最後還會有再出現一次 然後最後會把警報放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照樣錄照 好,composition event 它有三個事件 第一個就是composition stop 你開始在拼著或是組織 就是你開始在這個打個打 都說沒有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composition update 就是我們內容的更動 就是一打 mr r 然後三聲的時候 最後我們就會update 然後最後一個是composition end 就是一打mr r 三聲 然後它就會變麻 然後就在enter 的時候它就一切消失 就是composition enter 就是最後一個就是組織已經完成拖出來的時候 就是composition 好,那我們這個三個事件沒有什麼要內容 composition event data 第一個就是即將要被組織模式的文字 這很重要 就是如果評說你原本是打p 然後你把p 然後你要打mr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 它這時候給的資料不是mr 是b b被機化 所以b就出來在這條裡面 然後第二個是正在組織的文字 就是mr 它就是mr 這樣子 等一下會不會會講 最後一個ent 就是把我脫離出來要產生的文字 好,這是data內容的差異 好,那我們如果把key event 跟conversion events 從頭開始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keydown 趕快下去 就算我獎金要按下 把取代喝出mr 你就把h選起來 你就想像 把h選起來 然後這時候按下 就是mr 然後呢,這時候keydown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 哦,我再出 然後呢,composition start 然後這時候因為你要把h機換電話 所以喝出來 然後呢,update 就是你按下mr 然後pup就是a 因為你這時候按下mr 就是a 然後最後就是composition end 然後就是mr 因為你出入完成嘛 對不對 好,所以大家一提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要選 就是你把游標想要選 如果你的前面又後面的話 你這時候得到的就是keydown 229 然後keyup th error thrighterror 就這樣,沒了 如果我們今天再加上input 跟change event 的話 就是 其實input change 是 一般的這個input 都會有的事件 input就是你使用在的輸入嘛 就是 輸入結果 然後change就是得到的結果 基本上是這樣 keydown 然後呢 我們直接start 然後我們直接update 這時候就出現input 然後最後是這個keyup 我們直接按 change 這個事件數據大概是這樣 那我會這邊要特別提這個原因 就是 這時候在做編集集的時候 就是 因為這些事件 呃 困擾了蠻有一陣子 因為我們用call mirror 那call mirror 他其實就是 把這些信證文接起來 然後自己在大雜會一番 接受自己的功能 所以最後這些事件出來的順序 可能跟你想像這種都會不太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要 好巴士提神去找最新的那個call 去試試看 怎麼樣可以讓中文好好輸入 跟大家一起先做 好 所以 因為講這麼多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才可以把 就是我們講 需要組織的語言 也好好的同步到其他編集集上面 好 所以很簡單就是把組織也傳出去 你把 你拿到的這個keydown keypress keyup 還有我們這些event 通通接起來 通通都要記著 不要忘記 我們親愛的CQP夥伴們 把這些東西都傳出去 就像愛一樣 所以我們在使用hack頁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發現 別人在打作動作動作動 你看得到 不要趁機就是亂告白之類的 反正你組織的時候 別人是看到過程 這其實是好 恩 一開始會有點奇怪 但我覺得好的地方是說 你知道別人在組織 然後我也在組織 所以你不會去搶之類的 但其實你也搶不到 所以其實我幫你撥住那一塊 這時候你在組織 你會把他調到下一個blog 所以你就是在那一塊 所以你直接 ES一出去 那這時候有conversion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有點像mutex的狀態 好 所以目前開convc的方面 只能說 需要組織的原因 我們測試過程 都可以支援 好 按ES的組織和其是 有些視覺量體質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 正在組織的時候 會有體現 就是mrr的時候 mrR就有體現 然後在組織的時候 你可以用游標搶照相選 比如說你好之類的 那整個台的組織 你就往右選 往左選 然後按下 你就會出現那個選單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其實通通你拿到 都只有tup的這個按鍵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要 讓這個游標出現的話 那我們剛剛講 我們今天基本上 文字面積系列的游標 也是假的 所以你在仿照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顯示系統 原則的游標 你就是蓋住人 就是看不到他選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最好做 其實就是把它顯示出來 就是說我暫時放棄這個選 我叫給系統去看 然後就讓系統去選 那個游標 不然我沒有辦法知道 不然你要去模擬 就是那個IV的行為 會有點吃力 就是因為每個IV的行為 可能會不太一樣 然後最後一個 最後台場說 交給原生的輸入框 會比較合適 這樣子 好 那組織事件 在主題上 這個就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一個很常的討論 就是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 2015年3月16號 我是後兩天 好吧 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反正就是我就走 就剛好在 把這個專案 然後在call mail上面 就說 這真的很麻煩耶 然後作者其實就 就不是 就是用西文的朋友這樣 然後我就開了一集群 然後說 那個contactable 很棒很棒 但是我發現有些問題 然後他就說 什麼問題 你用試試看怎麼樣 我說好 然後你幫他測試 所以我發現有些事情 就是我們iPhone 不是iPhone 就是我手機 那 他接到電腦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游覽器的方式去debug它 所以 我就在影片的這個 call bureau裡面 插了各種事情去看 然後所以呢 後來得到一個檢測 就是 如果現在進去看電腦的話 你會發現有兩個操場 我寫了一個操場的測試 那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使用Gashui 跟contactable的大運動 主事件有可能 不會按照出去觸發 他可能等於輸完以後 一次出現 concision starts 然後deck end 然後就說 好吧 那怎麼辦 反正就是他會發現 一些神奇的狀況 那 在做Edit的時候 請留 請 那 call bureau 目前已經知道 一些輸入相關的問題 所以就是你主持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移動 郵票 所以就是說你在用acd的時候 你在打中文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移動 郵票到 你看不到 其實你有在移動啊 但是你看不到 你正在移動那個郵票 到正確的問題上 你看不到而已 但他事實上在動 你就是想像一下 反正不是 好 那手機上我們沒有辦法長按 直接叫做contact 那一個 就是說手機上我們只會長按 按桌以後就會跳出什麼 複製檢檢查 這個地方有問題 好 我們第三個 我們沒有辦法使用原生的屏製檢查 好 這被改過很多次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用的就不是原生的UI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原生的UI上面 幫你發表寫 然後按右鍵跳出來 因為這時候你按著右鍵的這個contact menu 這個軟器來說 它就不是一個需要屏製檢查的部分 好 所以這就 不顯然說沒有太多辦法 所以我們這時候 hacking機器來說提供屏製檢查 那就只有因為 那這邊有一個故事可以講的 我們怎麼做的 就是 我們去下載crumbian的字 我們去下載crumbian的品質 就是你瀏覽器的那一個品質 你拿的字典 我把它抓下來 然後用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typo.js 然後呢 去把你的那個文字討過一遍 然後畫出底線 告訴你哪邊錯了 但是我還沒有辦法提示你哪邊錯了 反正這就是一個 有一點大的工程 就是我們就再蓋字典檔器吧 可是你要拼字檢查 就是你要拼字檢查 我就去經濟檢查 那功能拔下來 然後把字典檔載一載 你要怎麼遠告訴我 結果載進去 就是耗你這段時間 就蓋一載這樣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拼字檢查的做法 我們也不是很希望要這樣 但是 你知道什麼需要嗎 就會看異曲 看異曲不解 我心就很痛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 所以就有一個異曲是有人說 喔 我常次想要把那些的結合上來 那我就覺得說 出大好運 那我們就一起合作 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已經不顯得還好 沒有啦 就是Q&A 就是我說 準備龍 只有到這邊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可以玩一下 剛剛的玩具 那就是 不管就是你對黑人 或是對接獎的 有問題的問題 都可以問 謝謝 謝謝 黑人已經在SAT-APP 已經在Q&A上面 有Release了兩個多點 有興趣 還會玩看 手機APP的話 我們目前 還沒有資源 還沒有足夠多的人力去做這樣子 好 請盡量會 好的 可是我想要一下STAT 就是現在有多少資料 再分多少資料 之類的 就是有多少個PAT 然後有多少個主機 畫掉多少資料 OK 好 這個是有一點敏感的資訊 那我相信今天在場的各位 就是 就是 善良存機都好公平 欸!這很弱的 有錄影話不能開Dashbook給大家看 但沒關係我朋友都講了 我們一個月大概要燒掉快四百美金 但是是包括Stage 7 我們每天最高同時在線人數有可能會800到900 第一小子那些同時在一起同時有可能800到900 那我們的主機目前基本上只有一台 那它目前的素材還目前有換得起來 所以大家請不要擔心 又變得超,努力的超,又變得超,大家試著 然後每月的我要使用的大概有8萬到9萬左右 那以流量的狀況來看 因為我們HPU的狀況來說不是非常的重要 目前的車額上有大概20萬 最近通過20萬人 大概20萬會有像這樣 那,表叔想知道有什麼樣嗎? 總數據量的總人質量是單字要的嗎? 不大欸,因為我們都從文字嘛 我沒有去統計好資料不太大 但是應該在幾区匹左右而已 或是十幾匹匹這樣,不用到上幾匹這樣子 好,沒有 所以我覺得或許 以後寫作應該我們能夠從文字配死 好像有機會說,我們說應該寫個7點多大 那今天好像就是你們寫主制稿的時候出了一點問題 請說 請問一下,因為剛剛那頭裡面講到很多跟Cole Mirror整合 或者是看它的事件的問題 那你們現在使用Cole Mirror的策略會是 就是盡量還是試著解決它們的問題 然後例如Upstream Code之類的 還是說會想要之後就過不出來 好,我們現在使用的Cole Mirror 是我們DFORK 因為我們在上面加了節奏跟多牛料的工具 對於我們Cole Mirror的工具 如果你開英雄 曾經我試過 跟那個作者講說 欸不好意思,可以加一下多牛料 他說,你看DFORK,你管掉我 我說真的 他使用這句話不關了 好,所以 但是我是想說 其他可能 如果你提出的是一些BUD 或是你覺得這功能應該講 好不好看來講 他是OK的 那我們用自己的包含版本 是用我們架的這些細細無關的東西 就是包括一些測試案例 什麼東西 然後很多協作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那個 自動完成不關送的地方 這樣子 那所以這方面 叫作者去治癒 就是他覺得他要把我關進去的 所以 好,你說 我覺得Sumlitex的資源超好用的 並跟Sumlitex的模擬器寫的 非常好 好,這個真的要感謝Cole Mirror 我們只是 就是 他那個T-Mac 你不論是Cole Mirror 本來就有人貢獻做這些事情 我們只是在做調整 就是讓他支援度再高一點這樣子 但是那個 那個Cole Mirror做者 很不喜歡收 就是Pore Request而已 之前有其他的Synthes 5要送 然後他也是馬上買收的比較 基本上你只要沒有就是 補了他的標準 或是沒有寫Test Cakes 他大概就是15分鐘再買關 那 還有他就是 就是他有點潔癖 就是說 如果 那個 呃 我記得是那個 要嘛是那個Synthes 5 他會喜歡 我 我要問問題是 之前是 資料庫也是有壓縮的 然後 現在拿掉壓縮了 是 那那個標題 就是網址列上的那個PrettyURL 錄起來是Base64壓縮 能不能拿成Renlake圖的網址 這樣打起來比較方便 好 這個是一個有點大溫 那個其他不是 他其實是 看起來Base64是編碼 但實際上他的編碼是 只是Base64在轉過去的 他其實裡面跑的是那個 LzStream 對 好 他是LzStream 那我們在LzStream之前 他其實是UIT 對 這是一個秘密 很不知道怎麼能講 反正大家看的時候都會不會看 他是UIT 然後LzStream 之後又再是六成 為什麼會這麼做 其實就讓你猜不到網址 可是像EtherPad 是可以 就是設定制定入門 是的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的網址 是直接從梗出來 對不對 比如說他會有重複問題 跟猜測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做這樣子 以免你猜測 但是因為我 我們現在要想到說 那你登陸之後 對不對 已經登陸了 那你基本上你打一個東西 我就把你開一個新的Apple 一個網址 然後你的Ryouti就是你想要的 或是說 就是基於你的namespace 比如說你有個帳號 就是NASMGDQ了之後 就是你自己的Apple 這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辦法給你更 這樣子 OK嗎 所以是安全盡的考量 對對對 因為你基本上你可以猜到 如果你是可讀 那我就可以打來看 然後看你個人在那邊就可以 那就是 很OK的事情 而且這神經發生過 就是銀行障礙 1月35就起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 那我們要自己改的話 就是送4Ryouti的選擇 基本上我猜這個 我猜這個之後會推出 我會推出 我會推出 那莫理什麼公司推出嘛 如果先送可以先推出 我會推出 最近可能會有一些變動就是 因為我很想維持我們 這個open source的精神 但是我們公司也是要怎麼樣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最近就是把report 改定名叫做 community condition 這樣子 那獲取以後就會有機會 可以收到大家的評論 對 是不是跟這個Enterprise會完全一致,但沒有關係 至少你一天再架起來給我看看 絕對可以推比亞,我一定會review,就這樣 你剛剛講到這個Enterprise跟Community的菜式方式的話 我建議可以參考那個bLab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說你不小心去寫給他們一版的話 他會用你的版本,然後就被Community來 我給你再講一遍吧 就是,我建議你可以參考bLab的方式 就是說,他們有時候Enterprise有功能,然後你不知道你的鞋 那這種時候他就把他Enterprise版本拿出來運用 所以他送了Enterprise的PR的話 他就會給Enterprise 那你送到Community嘛,因為你不知道Enterprise就是做 然後他就決定把Enterprise版本拿出來 所以就是說他把PR收錢好給Enterprise 好,我知道,謝謝 還有嗎,有沒有人想要 環對功能 環對功能,環對功能其實我們已經在開發中了 已經在開發中了 那之前我們有支援Handpad會入 所以大家應該會 那現在就是用不公共看 那所以用團隊功能推出 就可以直接 一包轉移過去 這樣做 團隊功能會推出 但是可能會見人數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其實是因為我很討厭就是在用CAP-CAP的時候 我要上去按按鈕 我是很討厭就是滑 就是你工作錯誤馬上就滑了 按鈕我都覺得很乱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們用馬档 所以我們就可以馬档這樣預算 我對左近左著來說並不討厭 但對我來說並不順手 這就是最大問題 那我們還是加了一個脫波吧 最近加了人 那這個脫波就是因為很多人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處理處理 那我基本上說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馬上做到左近左著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承受 那左近左著有什麼 有什麼難處呢 就是你在馬档充存文字對不對 你渲染東西出來是完成的文字對不對 左近左著這件事情就是 你編輯這個已經完成的文字部分 它放你寫回去 但是對於馬档來說 馬档是鬆散事理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就是很單純的說好 那你打什麼就把你寄回去 這樣會造成你法的錯誤 如果有一篇的人就是像我一樣 喜歡用這個方法 就是文字部分 有些人喜歡用手機製作的 好 那我們兩個就開始打架 就是我寫你一些文字 大家打成一種 這樣子 所以呢 以這樣來講 不管你是用浮動式的工具體 或是固定式的工具體 最終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來說 我們要做一個像抓到的東西 大家 我們都用一個 類似手機製作的可以提起你的方法 然後上面可能會有一些語法 但是已經經過轉化了 你就會比較好用 這是我想最後如果我們能夠做到 好 就是一個半圖形的文字邊提起 好 這樣我也要換點問題 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在雙欄模型下的 很通常的理解 因為 如果在使用到Majin 就是打架才會被打架 他會 上來能不能用這個型 你說會抽筋嗎 對 有時候抽筋 有時候是 對 好 我看一下我時間要多少 好 你可以夠講 這個 就是講到這個 雙欄模式的捲頭 不會來講 這是一個long story 那 大家有過stake edit 對不對 stake edit 對 其實我這時候想說 Stake edit 做了 我去看 這邊的做法 其實有點 有點髒 有點 dirty 但沒有關係 基本上我們在雙欄模式的時候 我們有 一些多雙欄模式 我們渲染出來會一塊一塊一塊 所以在渲染出來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 我們知道那一塊 是從D幾行到D幾行 比如說從D行到D三行 好 所以你在捲動的時候 你在捲動BDC的時候 你在捲D行的時候 我就買它到這裡 然後你在捲 超過D行的時候 我就買它到千萬 那中間的雙欄模式 就是算百分之 你拉到那一行的百分之多少 然後把它放到幾倍 到你的元素上 所以就這樣捲動 中間做固件 加envation 那個 加envation 就對了 反正這邊做過很多些 刷頭 就是一些像動畫比較順暢的話 所以你看起來覺得好像很適 好 那 最多又有一個map 這個有一個map 叫scoremap 然後呢 當你在編輯這個 把這邊講完 就是從編輯器同步到 這個 完成的這個頁面 預覽頁面 一開始我們只有從編輯器到預覽頁面 預覽頁面 預覽頁面沒有辦法捲頭 同步回去 後來我才加上去 因為這比較難做 那 當你從預覽頁面同步回去後 這一個地方就沒hack it 是我 我把 算出那個逆推的那個名字 scoremap 沒有問題 但問題來了 當你捲動回去編輯器 編輯器也想要再捲動 然後你就這樣 或是這樣 這一個 你就像SHE 等下你剛剛檢舉運動 這樣 然後 好 所以我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要估計 就是你捲動 你的預覽頁面的時候 你編輯器會動多少 然後它可能會花多少時間 所以我就去估計一下 大家可以做兩百二十字 對 然後有一個數字 那是一個magic number 我會不知道怎麼來的 就是 就是 你元素的 你元素的高度 然後 乘上捲頭 除上幾個數字 再乘上一個數字 然後就是這個數字 我試過很多次 然後 所以你現在捲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正常的 就是捲 然後停下來 有時候會捲 然後過回又捲回去 你的樣子 因為它超過預規的時間 為什麼會超過預規時間呢 因為 masterex非常非常的hard 好 我在講 masterex真的很快 所以其實 社群另外一個叫catex 那catex比較快 它的問題是 語法的完整度 沒有masterex高 masterex是 目前所有語法都可以有完整的資源 就是沒有移動 沒有渲染不出來 但是catex會 這就是為什麼 我還是保留在masterex的原理 或許未來某一天 其實有人跟我建議 那 後來 或許有一天 可以讓你自己選 然後又馬上去 那可能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這是比較mig 但是我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謝謝 我跟你講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我是當過 然後我接下來就要 我接下來就是 馬上就要去 當機代機了 所以我希望 有一年時間要洗衣 就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跟大家這樣子 在這個場合 我如果問幾天 我問少八百年 所以就是 是吃的東西 人生難得就是寶貴人 是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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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問 請 這是開圓人 演會 那你現在變成 一家商店公司 我們家會的產品 是 那之後我跟OVSOUL之間 你要有什麼 喔 在COSCO已經要講開了 那 欸 這個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 其實我公務團隊已經開了好幾禮拜 然後就說 欸 我們都已經開了這麼多月了 你要怎麼賺錢 你知道我們搭客破了幾次 我們有搭客也沒人覺得 我們搭客破了幾次 你搭客破 應該有了兩千多次 比如說 至少兩千元 曾經兩千元 破一下搭客 然後加在自己家裡 我們已經損失了兩千多卡 你知道我們心有多痛 是 你知道我們對開圓社群貢獻有多大 對開圓社群貢獻有多大